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有好几部,而且每部都有出现过坦克。 早几年的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里出现过日本坦克,没表现国军。近年的南京南京对中国国军坦克有描述,开始日军进城,有一个士兵躲在损毁坦克里扶击日军,最后消灭部分日军与坦克,一起被日军击毁。 影片中的坦克是国军真实装备过的坦克,法治雷诺FT-17,片中的是机枪型,影片画面比较压抑、壮烈,雷诺FT-17在当时已经落伍,不能对抗日军坦克,但在国军中依旧是主力型号坦克。 法国于1915年,开始制造旅带式坦克,到1916年开始全力发展轻型坦克,而放弃中型坦克,其最终成果就是重量6吨,能协同步兵突击的雷诺FT-17。 由于是核量产,FT-17被大量制造,其布局结构概念已经接近现代坦克,尤其是360度可转动炮塔,在当时史化时代的创新。 这个设计后来成为所有坦克的标准,中国对这个型号的坦克采购了不少,但其装甲到了1937年已经显得薄弱,最后触近22毫米。 火力方面,火炮型的雷诺FT-17坦克,还尚能和日军坦克一战,其安装了一门37毫米火炮,但射速极慢。 至于机枪型,紧装一挺8毫米机枪,效果微弱,所以在和日军坦克对抗时,处于绝对的下风。 但电影里的坦克伏击日军,是有实战战力的,只不过不在南京城内,而是在松户会战后的零散阻击战力。 日军松户得胜,开始直逼南京,国民党政府此时也急了,调集了重兵沿途阻击,打算将其攻击势头压下去,能防守住南京。 当时国军坦克极为稀少,不过之前中德蜜月期曾出口中国得志一号坦克,中国以此组建了一个坦克营。 这个坦克营之前,在南京遭到重创,只有零散的布满原装甲连撤回,德国一号坦克成员两人,有两铁机枪,火力不足以对抗日军坦克。 在通往南京的零散战斗中,以两撤退的一号坦克卷入战斗,发动机被日军炮火击毁,但坦克上的机枪尚可使用。 战车兵将此辆坦克作为火力点,伪装成被机会一气的飞车,和周边步兵一起聚首。 日军急于禁军,先头侦察箭无动静,部队火速推进。 此时,隐蔽的步兵和坦克内守军放过开路日军,之后突然开火扫倒了一片日军。 日军面对突然打击也一时猛了,居然没组织起有效反击。 直到后面平射炮部队赶上,才消灭了这一小五国军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